卫生间布置好以后,最好要把这几件东西先买回来,因为它要决定你上下水的位置,买这个洗手池,要先看一下你原来的那个上下水是从哪出来的,像这个洗手池,它是从地板上来的,有的是从墙里面出来的,有的是从左墙,有的是从左墙,有的是从左墙。 这样它影响到柜子的结构,这是原来的柜子,管子是从左墙出来的,所以抽屉在右边,那么新的柜子也要这样去选,改上下水的位置稍微麻烦一点,如果不想动,就要考虑柜子结构。 这个洗手池要换掉,它的下水管是从左墙出来的,它的上水管是从下面上来,另外还有一个管子接到外面。 而要换的新柜子的结构不一样,要求所有的管子必须从后墙出来,所以这样的改动就比较大。 把上下水都要锯断,然后把上水管封起来,柜子拆掉以后就可以重新布置管子。 如果这个卫生间只是换洗脸盆和这个柜子,那么做这样的修改就可以了。 改好以后就是这样,然后柜子就可以摆放到位。 然后铺上台面,抹上胶,接上管子,这个就算完成了。 至于怎么焊接水管,连接上下水,就在YouTube里边已经有很多了。 我们主要是讲的全过程的公寓顺序。 再看这个柜子,它的下水是这样。 这是客户想要的新柜子,要有抽屉。 所以把上下水做了这样的改动。 这些基本上就是买洗手池和柜子所需要考虑的问题。 装修前就要想好,否则改了改去,既耽误时间又影响质量。 有的还要退货,很麻烦。 再来看一下淋浴所需要考虑的问题。